大白刚刚看到外面有一只那个是什么狗啊 马犬 瘦瘦高高的那种 瘦瘦高高 耳朵竖起来 那个好像叫什么犬来着 是马犬吗 不知道 大白一直对着人家凶 像素冰犬一样的 大白一直对着人家凶 你看他在这里不怕的 他在这里嗅嗅嗅 这啥都不怕 快来快来 啥都不怕 我发现他 大白我给你讲有点像那种温室里的花朵 他啥也没有被伤害过 他不知道 对 但是看人家那么 看人家长得那么凶 然后他就要凶人家 对 吓死了 都不敢让他出去 上次 上次我们不是去宠物院吗 说大白有那个牙垢 不知道有没有好点 来的 嗯 好一点点了 再给他磨牙一下吧 磨牙棒的话 还是狗狗还是需要一个的 听不听话了 听话的 那大狗你打不过他 你知道吗 你打不过的你就凶人家 在车里面躲着凶人家 他就是把头探出去 不敢出去 嗯 你好厉害 是不是 但是不要这样子知道吗 不能吃 你真是小眼睛 大白看到小狗 就是还是也是不好玩的起来 他除非看到那种筋毛 或者是拉不拉多 就是体格差不多的 他能上去跟人家玩一玩 嗯 哎呦 需要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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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吃吧 哈哈 哎 好听 好听吧 大家去吃吧 去趴这边去玩吧 趴这边吃吧 平时我们要说养狗啊之类的 他有点不高兴啊之类的 嗯 有的时候还会冲我那个汪汪汪的 哈哈哈 其实我们那个信号车弄好以后呢 当时我们之前呢就有在想过啊 就是小人养宠物嘛 嗯 养个什么 最开始是卖小羊一只撩哥 但是呢 撩哥的话的确是需要空间大的地方 不是空间大 是要空气流通一点 因为他们说 小鸟啊 那个 绒毛比较多 还有那个他分辨也是有污染的那种 对 就怕他对人身体不好 对 所以说 留到以后停下来 再给我养吧 本来我们那个鸟笼呢 其实我们已经想好放哪里了 就放那种 就放那个衣柜上面 衣柜上面再隔一块出来 这鸟笼啊 但是现在想想之后是和衣服啊 放的离得那么近 也不好 也不好 对 所以说不适合养撩哥 我只是觉得他会说话 没事教他说话 很好玩啊 你想那么多啊 其实还是想给大白弄一个半的 是不是 怕大白就是孤单的之类的 他说我不孤单 给我吃的就行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想的就是养什么合适啊 因为大白的话就是真的 一只狗狗平时关在车里啊 他也是挺无聊的 有的时候啊 但是呢 绝大部分时间 其实我们还是陪着大白的话 但是呢 为了给他就是缓解这种孤单吧 我们想养一只宠物 后面的话就像一般的宠物的话 就是也有想过给他养一只狗狗做陪伴嘛 但是呢 狗狗的从小养起呢 就是需要很多的一个耐心啊 就比如说吧 像大白比如说上这种大小便还是比较规律的 大白呢 是他不到草的地方啊 他是不会说上厕所的 嗯 大白从来没有在车里上过 对 就是如果重新养一个就是小狗的话 他上厕所肯定不规律 他肯定刚开始肯定会在车里上的 对 他肯定会在车里上的 嗯 所以说啊 这也是其一吧 就是说训练的话是比较麻烦的训练小狗 而且啊 狗狗还有一种特性啊 就是两个同类在一起的话 他们可能会相互占地盘 或者是狗狗在在车里啊 小时候喜欢乱啃乱咬嘛 对不对 像大白看到了 哎 说不定也会跟着他一起 是不是 大白在车里还好的 他也不乱啃东西的 基本上是 嗯 是不是大白 说他他感觉像夸踏一样 你看他挺开心的 你再认真的听了 我看你要给我养个啥 想回家 骨头都不啃了 对 大白和小狗的话 他是 嗯 要是我们养的话 其实我们还会养一只和那个大白 差不多提醒提醒的 因为小狗的话和大白 他就是玩不起来 知道吧 所以说大狗的话 我们虽然说是换成双头斬的话 但是仔细考虑了一下吧 还是觉得以后给大白再年龄大一点 等我们定下来以后 再给他养一只宠物做陪伴 再给他养一只狗狗做陪伴 现在大白精力还特别旺盛 再养一只小狗 他精力肯定也旺盛 两个估计在这车里天天打打闹闹了 对 而且如果说再养一只精猫 或者拉不拉多的话 哎呀 这个毛其实跟两个人打的 到处是满天的飞 对吧 估计那样也吃不消 所以说那么多 你就想养一只猫是吧 哈哈 猫呢 猫怎么出来呢 猫有人说那种说猫拉屎那种臭臭惶惶的 但是呢 但是你架不住什么来着 猫啊 他一开始呢 他就 比较爱干净啊 对 他身上就是说 他自己会把毛打理得干干净净的 就像我们家那只大菊猫一样的 对不对 嗯 他也没有用给他洗澡之类的 但是他身上干干净净的 毛也挺顺滑顺滑的 嗯 对吧 而且呢 他那种只要给他一个猫杀啊 他对吧 他自己的排便啊 上厕所啊 自己都可以解决的 就是不会在车里啊 到处乱乱乱弄的 是不是 嗯 最主要呢 我们是想用一只猫 就是从小养起 嗯 从小养起的话 大白呢 他其实对那种小宠物啊 他还是蛮有爱心的 对 过年时候在家里 他他虽然是会堆击之类的 但是他只是把他逼到墙角 他不会去攻击他 对 他就好奇 想看一看 对 其实猫也是一样的 就是从小养起的话 让猫 年轻大白 对 从小培养感情应该还好 一定要小 那猫的话一定要小 跟个小奶猫一样的 小奶猫一样的 对 不能说太大 太大的话 有自己的思想了 他就和狗狗 就没法相处了 因为是猫狗不和嘛 这个是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认为的 但是呢 猫和狗玩得起来的呢 一定是从小养的 对 对对对对 对 猫行不行啊 猫行不行 大白呢 小母猫行不行啊 小母猫啊 大白 啊 哎呦 过来了 跟狗头去了 这啥意思啊 所以综合一下 我觉得还是养只猫比较靠谱一点 其实呢 我也是比较喜欢猫的 知道吧 没事可以撸撸猫 我还要养一只母猫 我跟你讲 这为啥不 你看大白公狗和你多亲啊 我天天给他断屎断尿的啊 他都那啥 他都一点都不计我的好 天天还黏着你 我也要养一只母猫 他肯定天天就是往我身上蹭 我跟你讲 哎呦 别叫死母猫也黏我 你就打脸了啊 不会的 母猫的话 你哪怕今天你喂他吃 喂他喝 没用 他还是向着我 知道吧 我猫怕冷 我跟你讲 他就想黏了 暖和一点 对 你 但是话又说回来 老爷 你说养什么猫比较好呢 那些宠物猫就怕他 人家说怕有应激反应什么的 对 你不要像那种 准耳猫啊 加飞猫啊 就是他们好像就是抵抗力 好像是就会比较弱一点 哦 我觉得田园猫的话 那个 适应能力要强一点 是吧 嗯 其实猫的品种还是很多的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 好的一个品种推荐呢 啊 我们也去参考一下 然后选一只比较好一点的哈 比较听话 应该说是比较听话的 然后呢 比较黏人的 嗯 适应能力也好一点吧 因为我们经常在路上嘛 对 嗯 其实我们家那个大菊猫也不错呀 嗯 还有那个小白手套呢 是不是 白手套好特别哦 对 但是他就是太大了 看到大白就跑 太大了 就不好培养感情了 有没有发现 这从那种小短猫培养的话 还是可以的哈 嗯 我看到有网友说那个什么蛙眉 你知道吗 蛙眉是什么 那只猫的品种 长得就头是黑的那种 对对对 跟煤炭一样 太丑了吧 不管是什么猫啊 我们的肯定是想那个买一些 这个一两个月的那种 对吧 不能说太大的 太大的话那肯定不行 太大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培养感情哈 平时无聊的时候都可以玩一玩 大白好像一直 大白 他在啃骨头 他在啃骨头 不想理你 大白说只要不抢我的骨头就行 对对对 反正就是养猫的话也和狗只要感情好的话 其实两个也是不相冲突的哈 嗯 对 但是养狗的话真的是不一样的 嗯 养狗的话就涉及到振风吃醋啊 这些东西 所以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嗯 以后给大白养个小羹 慢到这不说 嗯 拜拜 以后就决定了啊 给你养一只小伙伴 小母猫 然后那个小母猫天天粘着你的 拜拜 给你养着小黑 哦 哦 哈哈哈 还没吃完呢 小黑 嗯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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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着猫不管它什么颜色 把它名字叫小黑怎么样 哈哈 大白小黑啊 大白小黑流浪器哦 养着大白猫叫小黑 哈 啊 养个大黄狗叫大白 哈哈哈 大白要不要 我觉得多个猫的话 应该和大白没有办法争分吃醋的 它的性情也不会太大的反复吧 对不对 嗯 没事这个猫还可以兜大白玩呢 哈哈哈 大白色 你们想过我的感受了吗 申求过我的意见了吗 哦 快来我看看 哦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嘛 养不养嘛 哎呦 过来我看看你什么意思 哎呦 什么意思嘛 什么意思啊 给不给养嘛 养着猫 猫 猫咪 你要记得不 你以前有跟猫玩过啊 小木狗 小木狗有没有 小木狗啊 嗯 小母猫 小母猫还小木狗 可爱你 好 好了 好了 蛋黎去玩 走 好了蛋黎去玩吧 找 我们出去找找 好 我们出去了啊